如何织鱼网针 鱼网针的针法基本上为平针 今天几分钟就来教大家这种针法 你将需要 毛线 两根毛线针 第一步起针 鱼网针针法对针数无特殊要求 因此可根据自己写号起任意针数 第二步 第一针平挑下来 不织拉紧 第三步 以下针的针法出过毛线圈 把线由外到里绕两下 针头穿出来 拖线圈 第四步 重复步骤三直至最后一针 第五步 至最后一针时把线由外到里绕一下 织上针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毛线针上有许多两针一起的毛圈 第六步 第二行时第一针还是平调下来 拉紧 不织 第七步 第七步 以下针的手法戳进第一个弦圈 绕一下线 把针头穿出来 拖两个线圈 注意 拖线圈时拖的是两个线圈 第八步 重复步骤七直至最后一针 第九步 最后一针之上针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毛线针上的线圈又恢复一针一个的样子了 第十步 此时重复步骤二至五 换行 变为两个毛圈时 再重复步骤六至九 如此往复 鱼网针就完成了 第十一步 如果你习惯用左手 方法一致 方向相反 请看视频演示 你知道吗 机械针织分两种 分别是尾边和筋边 第一次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